上次说到李泽佳二十七岁那年就被他的爸爸李嘉诚委任为黄黄集团的副主席 但是就在那一年他成立了私人公司凌波学检 究竟他是专心一致做李嘉诚的这班人呢? 只是致力于独立创建的结果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李泽佳选了独立创建那条路 而至于自立门户李沙诚又显得很豁杂他认为年轻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 而且和王管理层人手充足做父亲的是不会强迫自己的儿子做这样做那样的 对于儿子要放单飞了 爸爸就送了他两句说话 一句叫做树大昭风一定要保持低调 第二句呢就是做事要留有余地 不要将事情做着 有钱要大家赚利益要大家享 李嘉诚还跟他计了一条数 就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合作的 假如你拿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个是公正的 就算拿到百分之十一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大方便 只是拿百分之九的股份 那你就会财源粉粉来啦 其实二公子自立门湖是在李嘉诚的预料之中 因为李泽佳自少年时代起 就似乎跟他的哥哥李泽巨有着不同的性格 回到香港之后 李泽佳在父亲的三足之下 过了一段勤健而且极乐的日子 他独自在外面居住 又以日本港车外部 和普通的打工仔没什么分别 但是没多久 李泽佳就见出了吊带公子的本性 爸爸就批评他 他就反驳说 我儿子就是自己赚的钱而已 这个李泽佳的确是有着鬼佬的作工 他受过西方思想的分途 始终都是注意生活的品利 他身上的孙戴根本就不像他爸爸李嘉诚这样的 李嘉诚一套西装又可以穿十年百年 多次的肝仔 脚裤都吊了脚 他还是继续穿的 而李泽佳就喜欢买一套名牌 特别是中庭的孙戴西装 加一条吊带非常西洋化 他又喜欢去文华酒店的餐厅进食 还喜欢坐在接近门口的位置 他根本就不怕曝光 平时虽然就只是以一辆日本仿车代步 但是在车头的玻璃上面 就缺满了各类会所的停车证 什么是马会 深水湾游艇会 王家高义富球会 林林种种都不少个杀章子 看来他不怕招风野雨 李泽佳为了摆下家庭束缺 早就萌生搬出去住的年头了 一九九零年 他妈妈张月球去世之后 无忌耐 深水湾渡的李渣大宅 就转了去给李泽佳 接着李泽佳就以上班训为理由搬出去住 就在金钟的一间酒店租了个房 无忌耐又搬去太古城一个人住 再稍后又搬去山顶道租了两个大单位 这些民族的官签 十足十里利兼马会上的民族 原来山顶道的住宅已经闲置了很多年了 李泽佳本来是想买的 但是业主是老华潮 他不肯买 没办法就唯有租了 山顶道的房租是全香港最贵的 李泽佳花花了不少钱交租 但是还不够 他还要花多一大笔钱 将两个大单位打通他 在单位里面 起了一座豪华的日本式陆室 雜时之间 平静了多年的豪宅区 就被他搞到天翻地覆 而业主就叫虎廉天 于是又在租药上面加多了一条 就说当他退租的时候 一定要拆掉他加上去的东西 恢復建筑的鱼来风鸭 一九九五年初 李泽佳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宅 他以一亿二千万港元 买入了大浪湾石澳到十二号 独特粮房 这个区一共只有二十三单独特的豪宅区 不会加多也都不会减少 业主委员会好看重住户的地位和身份 当然一定要非赴即贵 李泽佳就两者坚而有之了 李泽佳的花园阳房 建地是两万两千平方英尺 有正东南的海景 有个大花园 还有两个独立的车房 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游泳池 有人推测 他就一定要在室内 找一个大型的日式育物 给他和他的日本旅游 作欺取之用 所以这家屋就普遍地 被看成是他的外巢 但是看李泽佳的生活 很多人就会误以为 他一定是个花花公子 甚至是个败家的二弟祖 其实就不是 这些都是他的鬼佬作工 就是会花钱也都会赚钱 前面说过 他的哥哥李泽俊 最怕被人说他是李嘉诚的接班人 那李泽俊呢 最怕被人说他是李嘉诚的儿子 两兄弟真是国有成格 这些个李泽俊怎样赚钱 小小超人又有什么神话故事呢 我们以后还会有专门的篇谱来讲述 我们再来讲回李泽俊 李泽俊最巍峰的事业 是在地产界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下李嘉诚 在香港地产界是怎样赚大钱的 进入九十年代 欧美的经济陷入了衰退 而李嘉诚呢 就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回来香港 瞄准了大有发展前景的地产界 业界最看好的呢 就是常识集园在八十年代之后 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 到了九十年代就开始进入收获的季节了 以茶果岭的例讲成为例 第一条工程 1989年三月开工 第一批楼花 1990年五月推出 每平方英尺的售价是1700港元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底 每平方英尺的价钱就飙升到2100港元以上了 这个大型屋村是长实和和望共同发展的 整个计划预计要到1993年完始 地产经济商就估计 发展商在这一项大型的工程里面 获利润大约是五十六亿港元 1991年财政年度 上市集成的盈利是四十八亿港元 1992年就达到六十二亿港元 1993年八月十九日 长实集团宣布上半年的盈利情况 长实一共赚了四十五亿三千万港元 和往的顺利也都达到二十五亿二千万港元 据资本达至1993年十一期估计 长实的售楼收益 1994年将达到七十亿 1995年甚至可以达到八十七亿兼 资本集资作为1990年第二期公布的资料 1997年至1989年十年期间 长实的盈利总共达到一百一十二亿四千万 和往的盈利是达到一百三十九亿二千万 1985年加入了港登之后 盈利又加到一百零七亿 赵人的盈利是李嘉诚大举 中间海外的坚实后寸 亦来拜有言会说 长实集团赚钱在香港 投资在海外 那事实是否这样呢 1984年 而我掀起了千冊风 甚敲人想 李嘉诚就发表声明 说长江集团 绝不会千冊 将一如既往 立足香港发展 但是到了1986年中 李嘉诚就开始大举向海外破章 他频频接触加拿大的政府官员 引起了香港工商界的匹安 李嘉诚表示 投资加拿大是他们集团 投资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 而他们的整个集团 仍然是以香港为主要基地的 海外投资只剩一成多 最多都不会超过三成 当时的舆论界仍然是半信半疑 1987年1月1日 李嘉诚和合网的处境胡应商 共同推出西部海港大嶼山战略发展计划 共同了全港 也会引起了港府的高度重视 这个计划 提出让长实合网为核心的私人裁处 一共投资250亿港元 在大嶼山的东部 嶼山田海 经建两条轨道的国际机场 以及西部海湾 被发展工业区 住宅区 经建多条跨海大条和海底隧道 叫做新机场和港岛九龙连接 另外追加投资 经建联系香港 广州和澳门的港生珠高速公路 整个计划后来虽然被否定 但是就催生了新机场方案 那年的下半年 港府就成立了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 对各种方案进行比对研究 1989年10月11日 港督慧逸顺县 就专报确立在大嶼山北部的赤纳国 建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 以当年的价格计算 完成整个工程 需要动用1270亿港元 是香港历史上最庞大的工程 由政府和私人台庭共同开发 香港人就称它为玫瑰圆计划 土木工程不是详实的强项 详实的强项是楼宇工程 到了1995年的11月 李嘉诚就先后投资了机场铁路车站的上概发展圈 地铁清衣站上概 总面积是5.4公顷 建成之后总楼面积达到29万平方位 发展的项目就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 和一座商业中心 财存在幅四平的发展里面 估计投资日达到100亿以上 从80年代后期开始 长实系在香港的重要投资 还有五大屋主的独建工程 升建现代荒废码头 亚洲卫星工资 亚洲电视 还有扣入股票 以及可换股债券等等 长实集成的实质资产负责率是很低的 意思就是说不单是没有欠债 而且手头还有大量的现金 那为什么李嘉诚不用这些现金 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呢 有人认为 这是反应得李嘉诚的捕手作风 其实除了捕手之外 还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原因 就是他在政治上面 因为香港的发展和中间关系 遇上了麻烦 首先看一下货贵码头方面 9号货贵码头的发展和经验权 究竟鹿死谁首呢? 当时变标呼声最高的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贵贵码头公司 在葵中是最大的 80年代葵中有六个码头 他的国际贵贵码头公司 又拥有了三个 另外三个是由其他几个集团共同拥有的 1988年的4月 拥有其中半匹江山的李嘉诚 以四十四匹港元 在政府的投票中用了 或者7号码头发展了经年权 7号码头又有三个客位? 那两年之后 国际贵贵码头 现代贵贵码头两大公司 和中国航运公司 又联合投得了8号码头 这个码头在岗泉州西北前海区 一共有四个客位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李嘉诚旗下的公司 长车是旗舰 主力是发展房地产 国际旺布是主力舰 重点是经营贵贵码头 电讯科技等等 即是说李嘉诚 不单止是香港的屋邨大王 还是贵贵码头大王 国际贵贵码头公司 建议了同业市场 大约十分之七 是这个业界的霸主 人生字典里面 从来都没有满足两个字的李嘉诚 当然就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占有额 香港经济顺满发展 国际航运就越来越集中化 维通现有和兴建之中的货贵码头 就越来越来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9号货贵码头的选择 至于李嘉诚 当然是囚囚满志 志在必得 李嘉诚 至少见有地利和人和 两个有利条件 国际科贵 特质同业的牛耳 业绩的骁人 经验的丰富 数有其中的地头地之称 论人和 李嘉诚在方方面面都有良好的关系 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 陈政局 九名非官首议员里面 就有六名是李嘉诚的幕僚 他们都是长江实业集团特邀的总子 每年都享有丰厚的仇真 陈政局通过的决议 网局通常都是不会否决的 那如果论迁迟 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了 1992年7月 英国的职业政治家 彭靖康 接派了惠热顺 出任香港总督 这个彭靖康一到香港没多久 就自派葵冲货席码头 不知是否真的这么小 国际货席码头公司 就在那里举行处理二千万个货席的证件 有人就说 李嘉诚 与其说是轻贺自己的货席码头 不如就借点意去取悦港肃是真的 有很多有以国附九号货席的财团 见到彭靖康和李嘉诚父子会面的那种 当常就在寒天里面淋到一身雪水 由头冻到脚 他有地理和人和的李超人 便似游致牙千尺 蛤?怎么这事情又有变化呢? 彭靖康对港府大同光光 撤换了一大批行政局的议员 令到李嘉诚在港府宿宿经营的前功尽世 彭靖康的这一招 真本就不是针对李嘉诚的 其实都是一朝天子的一朝神的 新官上任了 当然是喜欢提拔一些新人的 彭靖康的这些举动 完全是围绕着他的政改方案进行的 但是这一招呢? 就被李嘉诚镜头9号码头抹上了一层阴影了 先前和李嘉诚关系密切的行政局议员 今天会让人施过你死我活? 是这样究竟勿死谁手? 我们明天听 明天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